我們請郭昭彥議員 市長 這個2050近零碳排是國家的一個政策 那其實台北市的一個自治條例 在去年六月也送議會 並且三途通過 然後也到行政院核定當中 那不管是環南或是第一果菜 還是魚類批發市場 共計三個這個傳統市場改建 都是柯市府他所謂引以為傲的市場改建的成績 但是你知道這三座這樣的一個市場 他的一個契約用電分別是多少千瓦嗎 都超過五千千瓦喔 對 那你也知道中央經濟部早在110年的時候 就要求說超過五千千瓦以上的用電大戶 必須要自備百分之十的一個 再生能源的一個發電也好 或者是儲能的一個設備 或者是購買綠電憑證 你知道對不對 好 那麼我想所有的一個政策對東啊 都應該是先功後私 也就是政府部門去帶頭做事 讓民間企業大戶能夠 用戶大戶能夠跟進才對 對不對 可是我要告訴你 這個今天的這份的報告市場改建當中 完全沒有提到任何的一個規劃設計的過程 包括市場處公務局 也沒有將這樣的一個 國家全國性的一個法定的需求公告 給納在其中 那我請問 如果在113年到118年 如果未來違反了再生能源條例 或者是市府的自治條例的時候 那這個法單單是開你 還是開給這自治會的會長 我想這不是你的問題 不是你任內的事 可是您上任了以後 就要重新審視這個問題 你必須要將這樣的一個綠能 或者是節電的相關的規劃設施 都必須納入新的市場改建當中 你說是吧 是 我們應該都要把這些綠建築 或鈦幻高耗能的設備 達到淨零碳牌的目標 納入在各項政策當中 對 我希望你能夠趕快去做 但是因為我今天時間有限 我也希望說在我質詢之後 能夠兩個禮拜內 我們來檢討相關的結果好不好 好 時間暫停 我們看下一個簡報 市長啊 疫情雖然剛解除啊 但是呢 外銷持續不正喔 那國內消費很保守 所以這些攤商市集啦 店家都還是經營的很辛苦喔 你看 這個解封之後 大家都跑到日本去玩了 可是呢 來台旅遊的 這日本人 卻少了喔 像日本新聞台的一個支局的 十百名服務這個局長就講了 因為少子高齡化 還有包括平均主義 以及產業空洞化的原因 讓日本經濟萎縮 他們荷包縮水了 反而跑到比較便宜的泰國去玩了 可是 過去 日本是台灣的一個 非常重要的一個 觀光客的來源 那台北市是一個仰賴 國際觀光客的一個城市 它的產業復甦自然是受到了影響 所以 我要跟市長講喔 民生必需品這樣的一個百貨業者 的確 他們是有比較景氣回輸 可是 像這樣的一個 有這樣的市場商圈市集 他們真的都還不到 回不到過去耶 你看那個夜市啊 現在人潮真的是很蕭條喔 然後呢 我們的市場朋友們很擔心 因為 馬上要面臨這樣的一個換租的情況之下 租金就勢必要調漲 這對他們來講說是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是希望市長能夠重視這個問題 因為疫情的關係 讓很多的消費的型態改變 他們有的轉到網路通路 或者是外送平台去了 所以 怎麼樣來幫助他們 我覺得要去檢討 是不是能夠讓你承諾 在你在任的這個時間內 四年內 能夠讓這樣的一個租金能夠動漲 來解決他們的一些生活的一個壓力 市長 可以做到嗎 好 這部分我們請產業局這邊來研究 那 跟醫生報告 這個部分 我想很多議員都非常關心這個問題 那 攤商也有很多的反應 這個部分我們會再來研議 配合整體的主客觀的經濟因素 我們來研議 好 謝謝你